十个死刑犯被关到无人荒岛,发生了最肮脏的事件,本期带来死囚大逃杀。 死囚捷克曾为美国FBI秘密工作,在一次任务中他被当地警方抓捕,美国政府为了保全自身利益拒绝帮助捷克。 他在监狱里待了一年,就在捷克失望透顶的时候,一位富有的电视节目制作人摆下捷克,和其他监狱里被判死刑的九名死囚, 给他们靠上安有追踪器和炸弹的铰链,运到一座布满摄像头的荒岛上。 制作人承诺,最后一个活下来的人将获得自由,渴望新生的死囚们开始了他们的战斗。 而另一边,制作人和他的团队也开始他们的现场直播真人秀。 小黑是一位泼辣的非洲小妞,刚被扔下飞机,就被一名壮汉给看上了。 壮汉想要强奸他,两人一番打斗,处于烈士的小黑拼死抵抗,趁机一脚踹在壮汉的命根子上, 捡起地上的树枝往壮汉的脖子上插,血喷涌而出,壮汉倒地。 小黑赶紧启动壮汉脚上的炸弹,崩的一声,壮汉出局。 另一边的杰克并不想加入这场游戏,尽量躲避,却还是被人盯上了,两人不相伯仲。 打斗间,两人翻滚来到悬崖边上,警报响起,原来是大块头的炸弹按钮在翻滚间不小心被启动。 大块头想要拉着杰克一起陪葬,却被杰克一脚给踹下悬崖,又一名犯人出局。 随着播放率的上升,美国联邦调查局才开始调查,而杰克的真实身份也才慢慢地浮出水面。 调查局找到杰克的女朋友,询问杰克的消息,女友这才得知杰克的去向。 女友接来电脑,登陆上网站,寻找着杰克的身影。 另一边,和杰克有着同样军队背景的英国囚犯,联合日本囚犯,强奸并杀掉墨西哥人的妻子。 墨西哥人则被打伤重伤逃跑,正好被杰克遇到,好心的杰克救下了墨西哥人,安顿在隐蔽处。 随后,只身一人潜伏到直播室的气象站,打电话给女友。 接到电话的女友善然泪下,告诉杰克调查局在找他。 杰克还没来得及让女友记下小岛的位置,就被工作人员发现。 一顿枪声,杰克凭着矫尖的伸手逃之夭夭。 得到消息的美国调查局却在救不救杰克的问题上起了争执,最终还是同意派兵援救。 另一边的小黑利用美色,成功引爆美国黑人的炸弹。 看着一条条人命在自己的面前试取,技术人员高迪忍不住跑到外面呕吐。 制作人的女友也追了出来,两人决定一起去劝说制作人,结束这场游戏。 制作人删了女友一巴掌,女友生气的扭头就走。 制作人又以前采来诱惑高迪时,高迪妥协了。 杰克回去找墨西哥人,发现英国囚犯和日本囚犯在虐待墨西哥人。 想要阻止暴行的杰克还是晚了一步,看着墨西哥人活活被烧死。 借着人多势众,两人追杀杰克。 寡不敌众的杰克赶紧逃跑,躲到一座石屋里,却被藏在里面的小黑偷袭。 争执间,英国囚犯和日本囚犯赶来。 英国囚犯用剑射中了小黑,日本囚犯放火,想把他们逼出来。 火势剑猛,慌忙中,杰克发现一个逃牲口,想要带着小黑逃出去。 执着的小黑去拒绝帮助,启动脚上的炸弹。 轰的一声,食物外的两人都以为杰克和小黑已经被炸死了。 十个人只剩下他们两人,两人开始自相残杀,你追我赶。 日本囚犯在逃跑中被逃出来的杰克撞见,杰克上去就是一拳。 英国囚犯紧接着赶来,两人又开始联合想要杀着杰克,却被强悍的杰克打得落花流水。 日本囚犯被杰克杀掉,杰克追赶英国囚犯来到瀑布口,而在直播室看上瘾的制作人不想就这样结束。 派直升机给出于烈士的英国囚犯送装备,机枪。 英国囚犯拿起机枪,对着杰克就是一顿扫射。 重弹的杰克掉入水中,众人都以为杰克已经死了,游戏结束。 这时的制作人也得到消息,美军发现这座小岛,因为只有一架直升机,制作人准备独自撤离。 胜利的英国囚犯被送来直播室的营地,解除了脚铐,没有了束缚的他开始打开杀戒。 先是干掉看守营的士兵,后冲到直播室疯狂地射杀里面的工作人员。 就在准备杀掉制作人的女友时,被赶来的杰克射杀。 杰克追赶着逃跑的制作人,看着飞机越飞越远,无可奈何的时候, 制作人的女友拿着脚铐,启动炸弹,给了杰克。 杰克用力一扔,炸掉了直升机。 活下来的杰克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回到家中,和女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